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股市同学会 这个地方投资朋友 今天很精彩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 当然会更精彩 所以要记得按赞加留言 举手之劳 我相信你的认同 或是你的按赞跟留言 都是真宏最大的一个动力 好那我们今天一开始 当然我要先跟投资朋友讲 有些人又认为说我又被嘎爆了 没有 我11月9号 把这些空单回补完毕之后 我就没有再去做空了 我就怎么样 因为知道这个盘会这样子涨 否则我就不会这样子补了 但是我有一个看盘的技巧 我讲过 每一次大盘 他不管怎么个转折 不管是多方要攻上去的转折 还是空放要把他打下来转折 我事先都会知道 所以我绝对不会笨笨的在那边等 当然我就是因为 我当时在补的时候 因为我记得 昨天不是跌了135点 当然有人留言说 好可惜 是不是补在相对的高点 今天就不会了 就没感觉了 因为今天涨了503点 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对不对 这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 因为曾宏所看的是规划着未来 可能投资朋友只是针对现在的涨跟跌 来做一个评论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因为这个要怎么跟你们讲的 讲的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在规划的东西 跟你现在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也没办法跟你去一直在解释说 为什么我这边要空单赶快回补 我知道它后面会大涨 这个大涨是怎么来的 怎么去分析出来的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你不能去看大盘的K线 我一直在跟你讲这件事情 我说大盘的涨跌 不是因为本身的大盘 因为本来就没有大盘这个东西 它是虚构的 而是由19大的类股去组成的 所以这19大类股的涨跟跌 才会造成大盘的指数涨跟跌 对不对 投资朋友这个是不是我一直 每次节目当中 我就要给你重新解释一次 因为有些投资朋友 可能才第一次来看我的节目 或是说你在之前没有常常看 所以这个大盘为什么会涨 我相信我这几天 我已经跟投资朋友讲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 是哪个类股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做功课的话 我相信你就知道了 那没关系 等一下我还是会提到 只是我要跟投资朋友讲说 我现在是空手 你不用再留言说被嘎爆 我多单一张没有 空单一张也没有 好不好 好 再来这个地方 大盘来 这个地盘要怎么去看这个大盘 投资朋友 你来看 这个地方是什么 大缺口去回补大缺口 什么叫大缺口回补大缺口 就是10月11号 那个跳空的大缺口 也是跌了500多点 还记得吧 我记得也是跌50几点 今天涨上去的又是大缺口 也是涨503点 怎么会那么凑巧 好 这个凑巧就造成什么 投资朋友 可能很多投资朋友讲说 这个叫导撞反转 不是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 那个叫导撞反转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 那个就是怎么样 对技术分析不是非常了解 就叫幼幼班的技术分析 那这边只是说一个强势的上工 这个是可以去认同的 但是他不是导撞反转 我说任何的反转形态 他都有很严格的一个规定 那个规定是谁规定的 曾宏 为什么 因为只有曾宏知道 真正的反转形态 他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才真的叫做反转 完全不是说 你只要看那两个洞 在那边互相对应 就叫做反转 没那么简单 真的 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当初在大盘9月13号的时候 那边不是也出现了两个缺口吗 互相对应 一堆人就跟你讲那个地方叫做导撞反转 结果 乒乒乓乓一直跌下来 从14490 将近的15000点就一路跌下来 投资朋友 所以我跟你讲 这边不是导撞反转 他只是一个什么 强势的攻击形态 可是说他强也不是真的很强 好 那现在问题不是在这个地方 而是说为什么 大缺口去回补大缺口会是不好的事情 因为你的筹码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换手 投资朋友有很多人可能听不懂这句话 没关系 我解释给你听 因为这个 你去想 那一次10月11号突然大跌下来的时候 所有手上有多单的都呆掉了 为什么 不知道会跌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他不会出 好 不会出的情况之下 又一路往下跌 他又只能一路往下报 他就报着而已 就是等解套 因为那时候跌的太快了 来不及反应 好 这个地方好不容易上去了 那他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没有机会 对不对 快要到又好像没到 我就说那时候只差46点 大家都想说 到底会过吗 好不容易今天冲出去了 让他解套了 后事朋友 如果是你 你已经报多久了 从那个地方10月11号 报到现在11月11号 真的刚刚好 一个月 有没有 刚刚好一顿月 我就问 如果你这个从头报到这种盘 三不五四又大跌 三不五四又大涨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你当然会想说怎么样 再看一下 难得等一个月 会先看一下 对不对 想说 没关系 今天涨那么多 反正明天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最少也要怎么样 再冲一下 都还有机会 这是一般人的心态 就是说等了那么久 而且最近的盘又很强 所以他都不想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变成筹码是没有办法去消化掉 什么叫筹码没有办法 就那个套牢的筹码 他没有办法消化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最近的K星你一看就知道 连续怎么样 八红K之后 昨天也才小小的一个什么 小黑K 我说过那不是转弱讯号 有没有 我说这个地方还有机会 结果今天是大涨 好 重点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样子每天都在涨 所以短线上有获利的 也不想出 没错吧 就是造成变成什么 短线有获利的 也不想跑 这就是一个筹码 我刚才跟你讲的 10月11号之前被套住的 也不想出 想再等等看 好 两边的筹码都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出场的宣泄 那假设哪一天突然真的转弱的时候 投资朋友大家一起丢出来 那个卖压就非常的恐怖了 因为你前面没有去做一个宣泄卖压的动作 后面在一起丢出来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积跌 所以这一波我可以跟你讲 投资朋友我一直不想讲 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 一波走到底 为什么我会赶快补 因为我发现那个地方的磐式架构 已经告诉我 他要一波走到底 所以我在11月9号才把他 陆陆续续把他补完 我花了三天时间把他补完 为什么要花三天 因为我要确认再确认 确定没错了 赶快补光 所以为什么11月9号最后 那两档空档我也把它补了 前面已经先补了四档 对不对 我说总共才六档 前面11月8号 11月7号就先补 11月8号再补 11月9号把最后两档也补掉 所以当时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看到我补的时候 说你会不会补在那个高点 你还亏损补 那你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原来真的会大涨 投资朋友我从11月7号 你看单单从11月7号到现在涨了多少点 将近快800点 对不对 这包含昨天的135跌下去的 你在今天把它加起来看看 是不是这11月7号到快800 你看我就闪过这800点 投资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看到了 可能投资朋友讲说 那为什么不去做多 因为我告诉你 我后面没多少了 后面没有多少了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他等于是用一波走到底的话 那你就要去注意了 因为在多方反弹的时候 就是在空投市里面的多方反弹的时候 他只能选择两种 第一种叫做什么样 他选择空间的话 他反弹的时间就缩短 那第二种 他选择时间长一点 可是他的空间会怎么样 会拉长 就是看他哪一种 他去守哪一个步骤 不对 时间会拉长 但空间会怎么样 会缩小 就看他选哪一种 那如果是说 你今天是选择要把这个空间拉大 那你时间就怎么样 会很赶 原本你可以长 假设你原本可以长两个月 一个半月或是甚至三个月 不过你这样扭 真不好意思 很快就继续 这就是我跟同事朋友讲说 反弹的空间会提早耗尽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就说把你拆开来看 你就大概就知道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量增 大涨 我相信很多人还开心不起来 你要是不相信 等一下我会拿证据给你看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重点 投资朋友 我昨天是不是有跟你讲 怎么去判断个股的转落 我只跟你讲了一招 对不对 好那一招有两档股票 结果今天大盘大涨 他还在跌 有没有完全验证 我今天在教你第二招 所以你今天节目给我 真的好好的听清楚了 要做笔记一下 非常重要 因为接着下来有很多股票 会开始转落了 来今天的大盘 实际上你扣掉台积电 只涨了209点 你在扣掉金融股的上涨 我可以跟你讲 今天大概只有涨100出头而已 所以投资朋友 你去想想看 为什么有很多股票会开高走低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大盘不是就这样结束 因为我们的这个应该不是说我们 曾宏的目标价还差那么一咪咪 就只有一咪咪而已 那个一咪咪大概就是下个礼拜就会到了 到时候当然不是所有个股会跟着大盘一起到最高点 一定会有很多的股票会先见高转落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所以这个台积电你看 是不是就跟这个大盘一样 大缺口回补大缺口 而且更糟糕的是 大盘是收红K 他是收黑T线 完全不一样 所以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去注意了 你不要认为这个台积电 从此又一帆风顺 万里无将 不是这样 然后再来我说过 真正最大工程是谁 就是金融股 有没有 我当初在11月9号我也跟你讲 我就是因为看到金融股 已经穿进去短压区了 有机会怎么样 去突破这个短压区 因为我看到量价结构就是这样 果然今天就带上去了 对不对 他是不是很重要 而且他是用光头的中藏黑 我说过什么叫光头中藏黑 中藏红 讲错了 光头的中藏红 什么叫中藏红 光头中藏红 开就是最低点 收收在最高点 这是非常强 而且还带量 所以接着下下礼拜 还是一样看谁 看金融股怎么去表现 那就可以决定大盘 什么时候会怎么样 开始反弹结束 但是你要去注意 现在是金融股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电子股 他会先转弱 你不要说看着大盘在那边涨 你看今天大盘涨503点 不是一堆股票 开高走低 等一下把点出来 很多 你要注意 我要告诉你怎么去分辨 所以今天节目后面是非常的重要 我教你第二招 昨天已经教你一招了 对不对 今天教你第二招 怎么去看弱势股 好 钢铁股这个地方我已经讲过了 短压区 他会来去触碰 有没有 有那个机会 因为我说短压区还没碰到 今天量有放弃进来 对不对 还有机会 航面股在这个地方 虽然他今天 应该是强强 很可惜 收黑 对不对 但是他最起码有穿进去短压区了 那有没有机会去补谈或补涨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看 目前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整个大盘这样看下来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去发现什么 真的最强的就是金融股 有没有 我分析下来不觉得 从头到尾就只有金融股最强 你的手上有金融吗 有啦 那个定存股一点点 有没有 要不然就摆长线的 大部分的手上都是还是什么 电子股跟什么 航运股 要不然就什么 钢铁股 那可是今天的表现 都是不是 不是让你吃饭 有没有 好 再来看看 这个先谈先跌股 今天为什么这个地方大涨503点 你会开心不起来 因为很简单 你看 当初是不是很多人在讲那个板卡 你看他华旗 城企 立台 这些不是大家很多人在讲的 还有一档叫汉逊 汉逊还比较强一点 可是他也没大涨 他也没有大涨 好 你再来看什么明星股 胡联跟企机 有没有 这些都是近期在创新高的 那为什么今天大盘涨了503点 结果呢 投资朋友 他没有转强 为什么他要转强 因为他先谈先跌 那先跌了之后 是不是代表他已经休息了一阵子了 技术指标也已经修正 应该要往上来了 对不对 合理吧 结果呢 结果大盘涨了503点 他没去 电动路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不过刚才这个逻辑很奇怪 你要是说你是最近在涨很多的 所以你今天拉回来休息 那或许我们可以认同 不是他前面已经休息了 结果大盘大涨他还要休息 这是什么道理跟逻辑 那投资朋友你要去想 谁再出 绝对不是赏户了 赏户看到涨这个快500点了 怎么可能会出 好那你再看这个什么热门的人气股 也是一样啊 大家在很开心的500点 对吧 看得爽歪歪 不过呢 他的股票怎样 这不是最近 在11月份 大家最喜欢怎么样 不管你是当冲隔日冲 还是跑短线 你看什么爱蒂亚 茂莲KY 三叶洋工业 伦飞 龙钢 太鼎KY 华晶 有没有 起偶 起偶最多人讲 今天你怎么变成这样 不是吗 投资朋友你要去想想看 是谁在烙跑吗 你去想这个问题 我就讲个很简单的 那重点他为什么烙跑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投资朋友 你自己去想这个 主力的资金的一个动向 其实他就会给你一个什么 大盘事先的一个警讯 春江水暖压先知 对不对 谁会先知 主力会先知 因为大家都烙跑 所以你去想想看 这些的问题 你有没有去仔细观察 还是说你只是在拍手 哇 涨500点好棒 自己股票怎么没去 今天真的 很多股票是涨这个样子 那你再来看这个精彩科 我昨天跟你讲 我说你怎么样去看 你的个股在转弱 跳空中长黑 有没有 今天大盘涨了503点 开高手低 走低收最低 有没有 就真的是转弱了 我说不是所有的股票 跟着大盘一起怎么样 见到高点再一起往下走 不是这个样子 很多的股票会先转弱 然后开始往下做修正 甚至于反弹就结束了 好 那你再看金宝 有没有 我说他是最差的 因为他是光头中长黑 还记得吧 投资朋友 好 今天是不是一模一样 股价开高走低收最低 有没有 大盘是涨503点 你不要忘记了 所以投资朋友 你去想想看 现在你不要说 有够赞的 大盘 去500控三点 下星期 绝对没问题 应该是说下星期 你就要这么讲 做多的 股票真的跌得硬 因为有很多股票会怎么样 开始出现转弱讯号 甚至于转弱讯号 很有可能就变成什么 这一波的反弹结束讯号 投资朋友 我已经教你一招了 对不对 好 第二招 今天要讲第二招 你真的要听清楚了 怎么样的第二招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股票 是长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开高 走低 收最低 有没有 重点来 我橘色框框的 我跟你讲 他今天如果量增 什么叫量增 就是比昨天的量还要大 然后开高走低 收最低 开盘几乎是最高价 但能见准不是开最高 因为他只差0.05 差一档 那就差不多了 不用太计较 基本上已经是符合了 然后他是收在最低点 像这种的你就要小心 如果他跌破关键点 可能你们关键点不会抓 但是很简单 大致上你就看近期的什么一个支撑点 关键点如果跌破的话 那你就要去注意 他是不是整波的反弹已经结束了 像这种有阻力绕跑一律的 你自己要真的手上的多单 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不要每次曾宏跟你讲 你就还要再等 等到真的跌下来你才认同 不行 投资朋友已经很多次了 我从1680已经提醒过很多的股票 所以这一次 投资朋友千万万要把它记下来 好 然后再来什么 轮飞 轮飞是最标准的 开最高涨停板 对 然后收最低 像这种的应该是你可以非常认同的 但是不是只有轮飞这样 真的今天有很多股票 真的就叫开最高收最低 有没有 你就要去看他有没有量增 我所谓的量增就是 有没有比昨天的量还要更大 假设有的话 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那张多单 我可以跟你讲 真的在下个礼拜 有任何的反弹 你都应该要站在卖方 就像是我在昨天跟你讲的什么 有没有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这个精彩科 我说任何反弹 你应该要怎么样 站在卖方 结果 今天开高之后 一样走低 包含像金宝也是一样 我说任何的反弹 你最好先站卖方 结果今天开高 一样走低收最低 所以投资朋友 接着下来的第二招 我说像见准 这个收中长黑 量增收中长黑的 包含像这轮飞 不是只有他们两档 今天真的非常多档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自己赶快去检视一下 我已经把这两招交给你了 你自己要把它记下来 很重要 因为下个礼拜 投资朋友 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 也不是要去吓你 下个礼拜有很多的股票会开始转弱 这个你要去注意了 你不要再去错失这一次的反弹的行情 因为这波很多股票都已经谈多少 20% 30% 40%的非常的多 既然已经反弹那么多了 你已经损失的减少了那么多 如果你又再错失这一次的机会的话 投资朋友下次的机会何时再来 我已经不知道了 他可能要拖很久了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赶快用我的两招检视你的持股 当然我们的最便宜的双11优惠 我也希望你可以跟着我 在下个礼拜我们要怎么样 好好的大展伸手了 这个是最便宜的优惠 你应该以后也看不到他了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可以拿起你的电话 当然投资朋友 目前为止我知道 你们现在在想什么 你们现在在想 这个地方到底还有什么股票 可以来放空 对不对 很多投资朋友铁粉 一直想要来做空 但是我只能跟投资朋友讲 这边要做空 你真的要怎么样 盯着所谓 他的刚才我讲的两招之外 还有他的量价结构 所以希望投资朋友跟着真红做 你就不用去伤脑筋了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也预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下个礼拜一见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